歡迎收看宏觀熱點 我是劉鴻 臺灣地區副領導人賴清德 8月12日至18日 過境竄訪美國紐約和舊金山 解放軍東部戰區8月19日宣布 當天在臺島周邊組織海空聯合戰備警巡 舉行海空等兵力聯合演訓 相關話題我們連線臺灣時事評論員尤子祥 聽聽他的解讀 尤子祥老師你好 劉鴻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臺灣地區副領導人賴清德 18日結束了他充滿爭議的篡訪行程 返回臺灣 有評論指出 相比於篡訪前的高調炒作 他的篡美之行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政治目的 甚至可以用狼狽來形容 您對此如何評價呢 賴清德這次呢 他主要是為了到美國去過境一下 去拼選舉的 那他最希望的是要達成兩個政治目的 第一個政治目的呢 是他想要脫鉤台獨啊 他想到美國去把自己的那個台獨工作者的標籤給撕掉 那第二個目的呢 他想要拉抬他的聲勢 想利用到美國去被美國給認可 來墊高自己相對於其他候選人他的政治份量啊 不過呢 我認為這兩個目的都沒有達成啊 台獨工作者還有他支持台獨是他自己自封的 而且不是自封一兩年而已 那根本就是十幾二十年的事情了啊 現在他突然說了一句說什麼沒有台獨的路徑 什麼叫做沒有台獨的路徑就兩個意思嘛 一個是不要走台獨的路 第二個意思是台獨無路可走 哎你講了這麼十幾二十年啊 然後現在告訴我們沒有台獨的路徑 那你之前是詐騙集團嗎 那第二個目的想要拉抬自己的聲勢啊 他這次到美國就是去裝乖的啊 想要搞美台交往的擦邊球啊 可是連可以擦到多少邊都是美國規定好的 本來想去美國首都華盛頓 門都沒有啊 那還有人跑出來想幫賴清德原廠啊 說啊你看這代表賴清德很受到美國的信任 跟美國一起啊來控管風險 明明就是被美國要求必須聽話啊 然後呢還說賴清德沒見到啊 剛好就代表他是蔡英文的接班人 為什麼呢 因為蔡英文見過了 他就不用見了 你聽他們在那邊硬拗啊 聽了都覺得好笑 不管他們怎麼扯啊 賴清德這一次就是被嚴加勘管的一個行程 他想要脫鉤台獨失敗了 那他想要拉抬自己的聲勢 當然以這麼低的規格是完全沒有成功的 解放軍東部戰區19日在台島周邊組織海空聯合戰備警巡 舉行海空等兵力聯合演訓 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陸軍大笑表示 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與外部勢力勾連挑釁的嚴重警告 有評論指出台獨分子竄美一次 台灣同胞利益就受損一次 對此您怎麼看呢 我們當然都看到大陸的東部戰區在台海的周邊所舉行的 這幾天的這個海空的聯合的戰備警訓 大陸在演練的其實就是要這個奪取的制空權制海權 而且是一種對實戰能力的驗證 我們當然也聽到了東部戰區的發言人士直接的說 這個戰備這個演練的動作就是針對台獨勢力 還有他們準備跟外部勢力的結合做出的明確的警告 那當然我們看到台灣當局這幾年是一面搞台獨 一面搞備戰 那他們覺得會是什麼結果 你一面搞台獨一面搞備戰 結果必然是大陸會有遏制台獨的具體作為 那這幾年我們最常聽到的關鍵詞叫做常態化 也就是為了遏制台獨 那大陸很多的演訓在台海周邊都邁向常態化 包括快速反應了海空聯合作戰了包圍台灣了 都常態化了 還有大陸會這麼做 當然是為了要威懾台獨 還有那些想介入的外部的勢力 然後你看台軍他還想應對大陸做這樣的威懾 所以台軍其實已經陷入一種應接不暇 疲於奔命的狀態 那台灣一般民眾當然也感覺到壓力 你看那些在選舉的候選人都會出來說他們不樂見這樣的情況 說這樣對兩岸是不好的 不過我們要問的是情況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不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台灣當局一面搞台獨一面搞備戰嗎 在台灣這種不斷的他不放棄台獨 然後又高調的備戰 然後又不斷的希望跟外部勢力做某種結合 希望外部勢力來介入 這個必然的結果就是大陸必須做出堅定的反應 於是我們就會看到每當美台做一次這樣的政治的這種動作 台海它的穩定 台海它的安定就會因為這樣受到影響而付出代價 這就是必然的結果